听不清 听不见 无声的世界让生命少了几分颜色 一起聆听 共同分享 这是他们永恒的愿望 现代医学科技能否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一起展望动听的生活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 健康之路 医生天天来帮助 每年的3月3号是全国爱耳日 据说为什么会把这个日子定在这一天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 对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3月3日两个三 就像我们的两个耳朵一样 对 形状确实特别像 我们都知道耳朵是我们人体当中比较重要的感觉器官之一 可是有的人他们却听不清 甚至听不到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上都是非常痛苦 那么他们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以及对亲的渴望究竟如何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他们的世界 在北京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 每天都会有很多慕名而来就诊的听力障碍患者 他们用一般的声音的时候我听不清楚 比如说那个进来人关门 比如说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 他都没有反应 女的说话声音听不清 就是高频不好 低频还可以 手机的声音可以听得到 但是女的正常人说话那个声音 用手机那个声音 我是绝对听不到的 有的时候爸爸说给我听不清 什么声音都听得 听不到或者听不清 让他们的生活备受困扰 由于听不到声音 重度耳聋患者生活的世界寂静无声 他们和他们亲人的内心备受煎熬 有的时候我们教他 他根本不是不知常 听别人话会见 有时候就误解了别人 他的最终结果只能上龙雅学校 所以这些事根本接受不了 好像是天下掉下来的祸 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有生活的勇气 渴望听到声音 渴望有声世界 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期盼 尽量让孩子生活得好一点 尽量能接近正常人 最好是过了三五个月 然后孩子就会叫爸爸妈妈 阿姨 爷爷奶奶这些都会说了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那么多的耳聋患者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真正的听到这个世界 那现在的医学技术究竟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想听的愿望呢 就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专家 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韩德明教授 欢迎您韩教授 谢谢 那么通过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就给大家来仔细的说一说 我们的耳朵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适合用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我们真正听到这个世界 那我觉得首先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 这外部的声音这么纷繁复杂 我们是怎么样听到声音的 听到声音呢 说起来非常简单 但整个声音形成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这是一个听觉感知的动画过程 声波从外界进来以后呢 通过耳朵收归到耳道里面去 然后呢到耳朵里之后呢 它有一个慢慢扩大的作用 声强在增加 就是声的传导的力度不断增加 那么进去之后呢 传到哪里去呢 就直接震动这个非常薄的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骨膜 骨膜就发生震动 那么震动同时呢 就带动了骨膜表面的这个垂骨 垂骨震动呢 又引起中间这个针骨的震动 针骨呢又进一步敲击灯骨 灯骨呢 就在这个耳窝这个骨窗 这个圆窗上呢 就直接就相看在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震动 使耳窝里面的内淋巴发生震动 那么这个震动呢 就可以把声音通过声波的形式 传到这个耳窝里面的所有的感知神经 所以声音呢就产生了 那么这个耳窝呢 是由两周半构成的 那么顶上第一部分呢 是感知高频 底下呢感知低频 所以我们听声音呢 有阴阳顿挫的各种不同的感知 就能听出来这个人是男的 还是女的的声音 是老人还是孩子 是高兴的还是生气 声音的辨别力 所以这种辨别呢 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低频最低 我们可能有20赫兹左右 可以听到低频 难低音 再向高呢 可以2万赫兹 所以这么大一个浮动的 一个听力的区间 我们可以区别出 若干不同的声音的来源 和不同的一个音质 那么这些音质呢 是我们感知了 变化无穷的打进世界 所以你看那个麦 那个组合音响 为什么那么赚钱 就是这样 我说实话 以前就觉得听到声音 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对于正常人来说 这是一个觉得我们每天 特别习惯接受声音的一个过程 但没想到在这里边 是体现的这么复杂 从身体一直到最后 神经信号的一个传导 太巧妙了 环环相扣 是我们想象 从我们设计想象 是理解不了的 但是它是一个生物分别 生物分别 人体真是一个最精密 所以人在进化过程中 它表现的器官的精密性 要么感觉非常震惊和精细 我现在大概听明白了 就是从这个外耳扩 咱们能看到的耳朵 一直到里边 也就接触我们脑神经 最近的位置 这个过程只要是不是其中一环 发生问题的话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 任何一个微细的部分 发生问题 听力都会受到影响 先说说外面的耳朵 耳朵这个地方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耳朵 我们有一个耳朵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 有些人生下来是没有耳朵的 还有耳朵发育的不好 不仅耳朵发育不好 那么耳道也可能发育不好 也可能没有耳道 比如说家长如果说生了这样的小孩的话 他可能首先心理上就会有一种自责 他就不愿意把这个小孩子带出来 可能也是给他们的心理上造成很多痛苦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耳科的医生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还会有很大的有残疾障碍 感官上觉得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这是各种耳朵畸形 你看这个几乎就没有耳朵 和有一点点肉胶 没有耳朵任何形态 当然也就没有耳道了 就是那声音的来源 他都说不到什么 就断绝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区间 就中耳向外这个区间 听力障碍 解剖结构和发育出现的问题 同归起来叫什么 叫传导性龙 那这部分的耳聋的朋友 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呢 这部分可能又有几个方法 至少有三个程序我们要考虑 第一个要通过我们的努力 把这个耳锅给它做起来 就做一个耳朵 或者真耳朵或者假耳朵 两种方法都可以做 怎么做呢 用什么做呀 做真耳朵什么概念呢 我们就可以取一点人工利骨 把它叼成耳朵的形状 然后平时把它做好之后 把它埋在耳后 皮肤包在上面 等长好了之后 它把耳朵招起来 这耳朵就长出来了 这叫什么呢 我们叫小耳再造 通过外面先做好了一个之后 然后给它粘上 或者是给它安上 有这种吗 这种叫什么呢 叫人工一耳 也有 这是一种方法 我们看 我可以拿到一个新的模型 你看一看 这是一个耳朵 就按照你想象的方式 这什么概念呢 这就是把耳朵粘在涅骨上面 就头的两侧 它这个假耳朵能收集声音吗 能完成耳阔的功能吗 如果有耳朵的话 当然可以的 但是和针耳笔 它连接还是没有那么紧密 主要是外观 心理上感受好一些 按上我们再可以看看 你看按上之后 如果不跟你说的话 你可能不会注意 它有个耳朵 你看 这个耳朵就直接安在锚钉上 所以我们现在看 这个人是一个耳朵 太像了 你远远看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现在咱们刚解决的是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外面 如果耳朵缺失的话 有畸形的话 该怎么样帮助他们 那如果说连耳朵眼都没有 就像刚才那个图片看到的 那个部分 那怎么做 如果没有耳朵眼 我们可以要重新在这镊骨上造个洞 一直通到哪 一直通到骨膜这个区域 就要看那个骨膜还在不在了 然后我们要再直上皮肤 重新做一个耳朵 然后如果听骨不好了 或者这个骨膜没有了 我们可能再修一个骨膜 如果听骨没有了 我们再给安个人工听骨 所以重新人工再造外耳朵 再造中耳 如果哪一部分缺了 就要把哪一部分就想办法给它 把它修上 所以这个过程叫什么呢 叫外耳道重建 叫古石重建 人工古石重建 那么这些都是人工的 你说这些东西非常巧妙的设置在那个地方 但是它能完成听力的功能吗 可以的 可以 做的非常巧妙的情况下 应该是具有很好的听力 但前提 就是说除了外宗耳有问题之外 内耳有没有问题 如果内耳功能都很好的话 那么这个听力 可以解禁正常 声音传导如果有问题 该有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呢 还有更新的一些办法 除了目前我们所说的手术的方法解决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叫古导作听器 简称叫巴哈 我们正常传递声音的过程 听到声音的过程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耳道耳锅传进去的 这叫气导 还有一种声音 如果结束我们的颅骨之后 通过颅骨的振动 也可以听到 这个叫古导 巴哈注听器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古导的方式传递到宗耳和内耳 听到的声音 它其实是通过大气 通过空气 然后从我们外耳道传进来的 但是如果说它这一部分的听力的传导可能受到损害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考虑的是通过骨头传导 通过骨体的传导这部分 其实它的这个效率 它的声音的损失其实比较小的 那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在我们身体当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咱们通过一个病例一同来了解一下这个技术 苗先生一出生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因为它的左耳没有耳朵眼 所以听声音只能靠右边的耳朵 声音的来源方向永远是这个右耳 右边来的声音来源 不管谁在什么方向 好比是后面叫你啊什么的 你肯定回头就是习惯性的就是从右边过去了 永远不会从左边过去 但是1992年的一次意外事故 让苗先生遭受了严重的脑外伤 幼儿的听力完全丧失 尚有残余听力的左耳 就成了苗先生唯一的希望 从那时起 苗先生尝试使用了多种助听设备 可效果却都不能让他满意 我希望就是清晰度更好一点 声音的来源更清晰 最主要就是说 速速把这个听力能改善得非常好 因为自己的听力障碍 多年来苗先生一直非常关注 助听技术的更新发展 2010年一则消息让苗先生看到了希望 西一代骨传导方式的植入式助听器 即将应用到临床 这个手术上一到咱们中国 还没有进入中国批准的时候 我已经就只得到讯息 就出来了 2010年12月18日 苗先生在北京接受了骨毛式助听器植入手术 等一下主任 这个是什么部分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为苗金日装的言语处理器 前期手术我们做一个植入题 然后等那个长好 以后我们现在给他安装上这个言语处理器 然后他就可以借助他来听到声音 和我们紧交流 苗先生 好 你配合一下 苗先生 我现在给你开机 现在听到有声音吗 有 现在我说话听得清吗 听清 我可以再调大一点 现在是否声音更大了 大了 现在可以吗 可以 现在好 开机后 苗先生听到了清洗的声音 他显得异常兴奋 因为他现在听到的声音 跟手术之前相比 有了明显的变化 像你们每个人说话的声音 我绝对能听明白 就是被子 我就能听到谁是谁的声音 这个声音非常细腻 哎呦 这个真的是太先进了 以前那么多年都没有听到声音 模模糊糊 现在戴上之后 你看他那种兴奋的表情 真的是太启特高兴了 这就是那个巴哈助听器外面那一块 哎呦 好小呀 是很小的一块 如果是有头发的话 那就完全可以把它什么呢 固定在这头发里面 你根本看不出来 咱们刚才介绍了两种 一个就是有这种一耳再造 再有一个就是巴哈的技术 其实解决的还是外在的部分 也就是外耳扩合中耳的地儿 再往里走 应该进入到 叫中耳或者叫内耳 它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你看包括我们这个 中耳这一部分 常常会因为感冒 咽骨管堵塞 或者这个病毒进到中耳去了 出现了中耳炎 对对对 或者化膿性中耳炎 这个听得太多了 这个时候也听不见声音 严重的时候 一旦化膿之后 严重之后呢 就可以骨膜穿孔 浓出骨膜流出来 我们叫耳漏 那就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吗 可以听到声音 大家就像人们在浆缸里嗡嗡的 声音的传导是影响质量下降的 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中耳炎发生的时候 就像这个闷在缸里一样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嗡嗡的 而且疼啊发烧啊化膿啊等等 外边看到的是这种现象 那里边呢 我们的中耳发生什么 我们看一看啊 这样有一个图 我们看一个小片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骨膜 如果发生感染之后呢 刚才说的这个骨膜穿孔 膜呢是从这流出来了 但这个穿孔就留下了 这个骨膜开放之后呢 这骨膜的传导作用没有了 所以它的听力就明显下降了 就老百姓得的最多的 听到最多的就是中耳炎 对 那就是说中耳炎严重的话 也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听力 对 那就是说解决中耳的这个部分 咱们简单的来说 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中耳这部分呢 主要方法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骨膜破了之后 穿孔了 我们修骨膜 这个方法呢 这个骨膜修 现在也很简单 最简单的办法啊 有时候比较小的穿孔 我们可以再表麻一下 把穿孔边缘的这种上皮去掉 然后用个鸡蛋膜一贴 一个星期后就长上去 鸡蛋膜也能够解决这个 耳膜破裂的问题 它就给它解决一个框架 然后这个细胞 它自己的什么概念呢 它是一个支架 然后这个上皮细胞呢 在里面就可以 它这个桥就长上去 你说生鸡蛋还熟鸡蛋 生鸡蛋 皮拨开 拨开以后呢 把它许问里那个皮 然后呢在酒精里面消消毒 泡好 然后再盐水洗干净 然后提到你修好这骨膜 把这骨膜一半个穿孔呢 它表面都有一层膜 有一层什么叫临状上皮 这临状上皮是不能再生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临状上皮 把它去掉 然后把这个蛋膜切上 我太神奇了 这蛋膜能解决 耳膜破裂的问题 我还很小 很年轻是当大夫 就干过这个事 但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这个手术其实很简单 非常简单 就在门诊 拿着这个镜头一看 贴上去就好了 我们想象这个中文 那么复杂 原来这个鸡蛋膜 在门诊就能够解决了 这是针对骨膜的这一部分 叫大巧之拙 最简单的方法 也许是有效的 这看来耳边浩科的医生 真是太厉害了 如果要真是骨头 那么小一丁点的骨头 发生问题的话怎么办 这骨头发生问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和尚的陶瓷材料 人工听骨 跟骨头差不多 你看其实耳朵里那个空间 虽然是骨头挨骨头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小范围的 这个小空间会发生问题吗 这个小空间也经常发生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耳朵和烟部 和鼻烟部有个管 叫烟骨管 这个烟管主要调整什么呢 调整气压的 你看 所以这个气压变化 这个两棉之间就会有交流 包括我们现在要坐飞机 如果这个烟管开口 如果还没有开的话 那么这里面 由于负压的作用 就把黏膜的水分把它吸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些水分在宗尔里面 叫航空性宗尔炎 坐飞机也能发生宗尔炎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而且还有这个通报 它是和我们的这个烟部 是相通的 所以它有的时候特别是小孩子 它比如游个泳 喝点脏水 或者是这个烟部有感染 它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顺着这个道 到宗尔来 引起宗尔的感染 但我觉得大家就是有这样的常识 就是你要是坐飞机特不舒服的话 就是什么张张嘴 打哈 或者嚼点口香糖 吃点东西都会好 那又是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吗 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你看在飞机降落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冲物员 就给你发一点口香糖 发一块糖吃一吃 然后你不断有通验动作 那么这个通验动作就不断地可以开张这一块 叫烟管的烟口 就是调整气压了 是吗 把它拉开 一拉开气就进去了 明白 孩子和成人 我想在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想说一下 成人的烟管形成之后 它是弯曲 S型弯曲的 孩子往往是一个直行的 而且口很大 喇叭口里面的口很大 所以在儿童哺乳去喂奶的时候 你就不能平躺 这一平躺 一咽的时候 奶就可以灌到中耳前 所以喂孩子奶一定要三十度 要在头高位 那奶就是顺着烟管进入到耳朵 会发生中耳炎吗 很容易灌 所以喂奶的哺乳方式也很重要 为什么要三十度 这么泡起来 你要平着它一咽 水保持平行 就很容易就灌到烟管里面去 那么关于我们的听力 您还有哪些想了解的呢 你想知道 我来问 接下来进入到专家的快速问答 请问怎么样发现 新生儿听力有问题呢 我们要做深厚的新生儿筛查 那么这个呢 是已经纳入国家新生儿检查的一个项目 经常戴耳机听音乐 会对耳朵带来伤害吗 如果放的声音很大 会对耳朵带来伤害 而且对中老年之后的反应症状更重一些 在打耳洞会有伤害吗 如果没有造成感染 那是一种装饰带来美的感觉 如果出现感染 可以出现软骨膜炎 耳阔萎缩 游泳或者是洗头的时候 耳朵进水了 清除耳内积水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可以头偏向一侧 点点脚 水可能就流出来了 或者用圆棒把水沾出来 婴幼儿的耳屎应该怎么清除呢 最好是到医院 由医生来处理 耳鸣会是哪种耳疾病呢 耳鸣的疾病总力非常多 包括传导性龙和神经性龙 还有我们的可能血压增高 都会有耳鸣 因此耳鸣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才好 放鞭炮时应该怎么做 避免对耳朵再来伤害呢 最好是带着耳塞和耳机 有很好的防护作用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 只是这个外耳和中耳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呢 我们现在有什么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帮助大家 如果是再往里边走 内耳出现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接着为您介绍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感谢两位 也感谢您的收看 期待您收看科学频道的其他节目 听不清听不见 无声的世界让生命少了几分颜色 一起聆听共同分享 这是他们永恒的愿望 现代医学科技能否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一起展望动听的生活 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